体验科学 科学体验是科工款的一个特色 我们知道科学其实它是很生活化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 所谓科技生活化 生活科技化 科工款就本着这个精神 我们创造很多可以体验的体验设施 所以让大家藉由体验 可以很容易的来了解到科学的一些原理原则 同时也藉由参与的过程里头 了解到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态度 科学的方法 生活中如果有了科学的素养 那我们一定可以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跟品味 所以欢迎大家常常来科工馆走一走 来体验科学 做科学的体验 欢迎大家 谢谢 这次我们那个社出成型的一个活动 主要就是借由这个场观学的一个合作 那包括学校啊 还有企业啊 还有我们科工馆的一个合作 让观众可以去体验到就是射出成型的一个过程 还有包括它的原理啊 那因为塑胶制品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处处可见啊 那因为塑胶的材料的一个发展跟进步 塑胶的一个成型啊 也非常的进步啊 那射出成型呢 其实就是制作这个塑胶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 那当然我们借由这次的活动啊 就是让观众去体验 然后怎么样去借由一个射出成型机 然后来制作我们在日常生活可见的一个塑胶啊 那当然这次我们为了增加它的趣味性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影叫做长毛巷 那刚好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呢 我们就是来射出一个长毛巷一个模型啊 那让小朋友也可以去体验 怎么样去组合这样子的长毛巷的一个塑胶制品啊 那当然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啊 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就有一台很大型的一个射出成型机啊 那这个射出成型机当然就是由我们的 在台南的富强星公司他们所赞助的啊 那包括我们还有台塑公司所提供的一个塑料啊 还有我们高雄高应大学生的一个支援啊 让这次的活动啊能够顺利的展出啊 那也希望观众啊 可以借这么难得的机会来体验这样子的一个塑胶成型机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我们的电脑科应机 那这个科应机呢 原本是在我们动力机械厅的一个静态的展示品 那因为我要将这个展示品把它活化呢 我们就是同仁就及时广应那去做一个创新 那增加一个电脑的创作 那创作之后再弄到我们的这个电脑科应机里面呢 我们再再把它科应出来 那因为我们原本它是一个其实就很一般性的一个 就是在印章店它就是我科文的名字 那透过我们就是资讯同仁呢 要做一个软体 那民众可以透过创造之后 那送到我们这个电脑科应再把它所画的 所刻的 把它创作的部分把它刻印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把一个整个科技呢 生活化 那生活科技化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个电脑科应机呢 就是民众它可以自己去创作 它可以画画啦 或自己写字啦 那就等于是科你所画 画你所科 把它的创作 透过这个电脑科应机把它刻印出来 对 对 在那里 ÁNE 对